大家好 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兰花的之所以要换盆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烂根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质量瓦太久没换了 第三个就是需要分租 那有些话有说我的兰花呢 去年刚换的质量现在不需要换 而且啊 这个兰花呢 它也不需要分租 那么我是不是不用换盆了 但是呢 我又不知道我的兰花到底有没有烂根需不需要换盆 那么我今天就教大家如何辨别你的兰花到底有没有烂根需不需要换盆 我们都知道啊 兰花的叶片和根系呢 它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兰花的根系出现了问题 那么就会表现到它的叶片上面来 那么兰花呀 它如果真的是已经烂根了 那么它就会慢慢的延伸到这个兰花的炉头 也是就也就是甲林性这个部位 那么就会影响这个炉头啊 向叶片输送水分和养分 那么炉头它一旦受损了 那么与之相连的叶片呢 肯定就会出现一些枯黄啊 腐烂的情况 那么这个兰花的叶片的枯黄腐烂的都是从它这个甲林镜这个部位往上走的 就是从底部开始往上烂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兰花烂根了 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兰花呀 它的黄叶啊 腐烂都是从底部开始的 那就说明是这个兰花烂根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给兰花换盆 其实兰花烂根了 其实还有一个表现 就是你的兰花了 养了很久很久 但是你的兰花一直都不见生长 不见长新芽 不见开花 而且呢 我们平时的养护工作啊 又做的比较到位 浇水施肥都给足了 但是它就不生长的话呢 也有可能是因为烂根导致它不生长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给兰花换盆的 所以呢 兰花它烂根呢 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表现 只要发现兰花烂根 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个换盆 然后修根 然后一个杀菌处理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谢谢